講出來說 反對國民黨是反對國民黨的這個執政 是他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因為他也要去做 他可以做我 但他不要去做 他可以真正去 在立法上面他可以有一所突破 但是他最好要報名的環境 所以其實我想我的基礎可能是這樣 所以你們就是反制政黨啦 對不對 也是可以這樣說 起碼for the present time 就是執政黨嘛 當然我看到的是我們看這段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想這是我自己的意見 我是不會覺得我們看這段運動 就是這段運動這樣而已 我們看到的是過去 立書上發生的很多事情 還是對我們應該說 會影響我們看國民黨的態度 看國民黨的這個方式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段運動裡面 比如說我們在說 為替的改革運動 我也會去看過去的 黨政軍三退運動的立書是怎麼做 雖然說我們到現在的危機也沒有說完全很了解 但是我們看過去的歷史脈絡是怎麼做 我不會說我們現在站在現在這個現狀 現在這個 總共就說我們是單純在喚共同 其實不是我們看的是過去 有人說過去還有很多 立書上沒有去改革的問題 當然說剛才劉老師也說到 民進黨應該要處理的很多問題 他也沒有去處理 所以其實民進黨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要有很多資料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國民黨的事情 這個問題是他應該要改革的 如果說到警察 警察的態度是不是有改變 我想說年輕一代的這些警察就是很多 比較好的警察 其實我們也發現了 其實像每一場抗爭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一個現象是 我們有時候在唱 我們很喜歡唱一首歌 那首歌叫晚安台灣 那晚安台灣有時候 我們大家唱著抗海西洋這樣 然後大家包在哪裡哭啊幹嘛 我們看到有些警察也會哭 那當然警察裡面總是會有這些 good cop bad cop 總是會有嘛對不對 那所以他們還是會有 我想很多的態度取決 不是在這些個別的警察 他們自己怎麼去選擇 然後去看待每一場選擇運動 跟這些抗爭 我們發現的是 他們到現在為止 他們長官要他們做什麼的事情 他們還是必須去做很多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1月11號 今年1月11號 立法院的最後一個會期 那也是廣電三法修法 要修這個反媒體壟斷條款 是不是要納入廣電三法裡面 那大家早上去 在那裡叫警察跟警察 撒到迷迷帽帽 很多警察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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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有改靠 頭頭髮 都有啦 都有好傷 有好傷 但是 那天結束之後 我們幾個同學 聯盟的核心的一些幹部 大家回到我們原本開會的地方 警察是聯隊 對到我們開會的地方 警察其實我們都實在 因為中正一分局 中正二分局 保房組的那些其實我們都很實在 因為 特別控制他們都是站在旁邊 就說 沒辦法 不要這樣 也要加一個 灰燼 所以其實我跟他們都很熟 但是他跟我說是有的 我其實很沒辦法接受 他說 這是前一位 他對我來這裡 但是他對我來這裡 他自己也很沒問題 但是他必須我這樣做 因為他上頭會跟他說 我們如果是沒有走 我們如果是沒有回到我自己的家 他如果是沒有看到我回到我自己的家 他沒辦法離開 三個一邊 他跟兩位情緒好 其實就是這樣 到現在為止 還有這種現狀 在台灣在發生 所以 我像 丁陶 我也不知道中正一分局方洋靈 那個局長 在做什麼 但是 大家都很熟悉 看到 都沒想 好 怕你不要想 但是 但是 事實上就是我們 他們也是 到現在為止 他們對台的這些 不一樣的意見 這些的運動 他們也是用這種 一樣的做法 在過去 發生的事情 現在還在 一樣的做 應該寫文章 公開這些事情 或是叫那個 示意的指訊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你有沒有參加過樂森 樂森 你沒有對不對 那個樂森表演院保存 那件事情 在抗爭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當 台灣人的出境會的副會長 然後後來當會長 我當會長那一年 就是陳雲林去台灣那一年 那 當時 決定要拆樂森 你知道在法律程序上要拆 一定要去貼一個公告 說幾點幾分 哪一天幾點幾分要拆 結果你知道嗎 學生 有一些學生 有四五個學生 是每天24小時 住在那裡面不肯走 你看 那一場運動其實滿光烈烈的 然後呢 警察 那時候台北縣政府 是周錫偉 剛剛當上台北縣縣長的時候 但是這個抗爭運動 從蘇貞昌在當台北縣縣長的時候 就已經在抗爭了 所以我們跟蘇貞昌也溝通了很久 都無效的這樣子 那就是很多恩怨都不要講 結果呢 裡面全部都是缺手缺腳的老人家 都七八十歲 平均年紀我那時候算過 大概八十歲出頭 然後裡面有三四十個學生 二十四小時住在裡面 他派了兩百多個警察 護送內閣東西進去 然後早上五點鐘 都清晨突襲進去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你可以想見 那學生就打一句話給我們 說他們現在進來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這什麼國家 為什麼需要兩百個警察 護送一張紙進去 你事實上就是把不同意見的人 全部都當報名嘛 那你為什麼會把這些大學生 只是因為有不同意見都當報名 因為你手中有所謂的合法的暴力 因為你是國家 你代表國家你是政府 你認為你有合法的暴力 所以你沒這樣幹 那如果這種結構不改變的話 其實呢 就是永遠會這樣 就是永遠會這樣 那陳雲林來那一次 我們在行政院門口坐了好幾天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指導教授還發了一個E-mail 給我問你現在幹嘛 我說我現在快要被抬走了 那他們也是啊 他們就說老師你們這個樣子 我們也很難做 我們也想下班回家 那可是他們不得不這樣做 所以這個是執政者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不管誰在執政 就是說他永遠會去挑撥在第一線的警察 跟那個不同意見者之間的矛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我意思 那挑撥之後的結果呢 你現在看你如果是警察 你一定在某一個環節上面 你情緒上面會失控 因為你已經在那邊站了十二個小時 十六個小時 你想回家 OK 你不能下班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講假髮行李了 一天到晚來找我媽媽 有一個中正醫的他就覺得說 他每天都一定帶官回 就會這個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說人民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說 他會不斷的去向人民 去傳播這個概念 就是說你看 都是這些少數人 來破壞社會秩序 破壞和平 OK 所以在教育上面 其實我們是需要去改變這個概念 就是說在公民教育上面 是需要去改變這個概念 然後你某種程度來說 你要去提亮警察 可是你也要去想辦法去教育警察 OK 然後儘量在制度上面去減少 讓那個掌握權力的人 可以去挑撥人民跟警察之間的 矛盾的那個機會 那有很多細節 法律上面制度上面需要做的事情 對啊 那有時候他們對警察的洗腦是很恐怖的 你想想看 尾利老事件的時候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現在警察可能沒有那麼笨 可是他們不是聖人啊 OK 跟我們一樣不是聖人啊 那像學生他如果沒有太多群眾的活動 運動的經驗的話 他就把警察當作政府的代表 他就去攻擊警察 那麻煩就很大 對啊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跟他一直說 你要跟學生講 不能去攻擊警察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半夜在那邊跟他講 不過 我有稍微補充 其實到08年看起來 差不多劉老師說的這個問題 不只是警察聽管發生 其實我們看到08年的時候 有一個第一線的 那個最直接的受害 那不是警察 那叫替代役 他們 他們現在已經進化到 他們不是叫憲兵 也不是叫警察去站在第一線 他們是派替代役去站在第一線 讓替 過期我都不知道嘛 過期如果是東華的運動 是一個大的控制 所有的國軍一定停降 這是過期的經驗嘛 我 長輩們大家很喜歡講過去發生過的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不一樣 他們不會說大規模全面停降 但是他們會派這些 替代役一班是哪些人 替代役一班是這些 所謂可能研究所畢業 特別是研究所畢業 年紀稍微大一點也沒有太大 但是研究所畢業的這些所謂高知識分子 但是他透過這樣的方法叫你去站在第一線 直接跟你抗爭的選眾做面對面的衝突 然後讓你直接對這群選眾產生非常強烈的這種 不滿跟不信任 這是 08年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你看08年如果看一部紀錄片叫做紅色戒嚴 你知道陳立貴導演排的這部紀錄片面 你看到在中南北路上面 站在第一排的多大部分是穿土黃色制服的替代衣 而不是警察 但是因為他會當替代衣的時候 他代表的就是國家的執法的機器 所以就是說殘忍的國家會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去讓人民去互相屠殺 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死刑跟反對死刑的一群人也是這個樣子 政府什麼都不做 他在那邊撞清高 然後就是贊成者跟反對者互相屠殺 這就是一個最不負責任的政府會做的事情 那你可以 對 身後是這樣 是的 咖啡請客人問問題 我只是想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其實你講的 我剛才就是想講說 所以你們現在這個運動之所以這麼重要 而且之所以要阻止現在這種親中的現象就是這樣 我剛才想講的就是說 請大家有空看一下紅色戒嚴這一部片子 你就知道知道這個警察 而且紅色戒嚴這一部片子 最後有你們那個血印做結尾 那個你看這個片子你就知道 雖然裡面是有一些好警察 但是裡面只要有一個兩個壞警察 開始帶頭 而且他們警察是督他們的教 而且背後老闆是誰 所以只要有一兩個壞警察開始帶動 衝進群眾 開始打 或者開始帶動的時候 這個場面也是沒辦法控制的 所以 這是我剛才想補充 其實你已經補充了 謝謝你們今天來 我是很好奇 是說08年到現在這個學運的這個過程 你說學生的參與是越來越多嗎 在台灣 因為我就是我個人的小小的observation 就是說 最近比較常在可能在Facebook上會發現 大家 就是我的朋友群眾 關心這些各個台灣的議題 然後發現其實是在美國的台灣人 會很瘋狂的 就是瘋狂 就是比較熱血的 這樣就是 一直轉發 然後說怎麼會有這些事 但是我 我自己的在台灣的朋友是 比較少有這樣的 對 這種發文 不是很確定為什麼 應該可能很多原因 那 另外的問題就是說 像我們這些在國外 可能就是無能為力 沒有辦法靠行動去現場支持 那 你們在台灣 台灣就是做學運的學生 會希望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就是我們在國外可以怎麼樣處理這樣 我想 特別是海外 我想 每一個 每一個世代 特別是到海外的這些台灣人 大概 大概都很想回到台灣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看到台灣發生什麼事情都特別的敏感 特別的 我想可能一部分是因為人在國外的那個 那個 不確定感 或是 或是一些焦慮 會比在國內還要更深 那 國內裡面大概 每天就是 就是 臭這些媒體的荼毒 然後 大概就 很習以為常 那個環境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當然知道 很多台灣 海外的台灣的學生 很關心這些事情 其實也看到 包括說其實 這一波的運動裡面 大家在拍那個聲援的照片 然後很多海外的學生 其實非常踴躍在拍 就是聲援的照片 那 我想台灣的學生到底有沒有 有 越來越多人在參與 越來越多人在支持 這些運動 或參與這些運動 其實我看到的 我覺得是有 我覺得是有 我講的是 四年前的時候 校園的環境 或是 這些運動 在整個台灣社會的氛圍底下 其實四年前的時候 我們被 被 媒體形作成是一個 一群瘋子 然後 這群瘋子就是 在校園裡面 我們給人的印象非常差 在每個校園裡面 對 在每個校園裡面 我們給人家的印象都非常差 那比如說 那個時候 大家會時常去看 我那時候在成大進座 四年前08年 野草莓學院的時候 我在成大進座 成大進座的地方在校門口 就是在校門口 成功大學的那個四個字 國立成功大學六個字 之後那個地方 旁邊有一個提款機 我們每天都被罵 罵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影響到我們提款的權利 你們在這裡主張言論自由 主張人權 你們怎麼可以影響到我們提款的權利 他們說 那裡還有通道可以走 你知道 但是實際上 四年前我們給人的印象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大多數的校園裡面的學生 不瞭解 這群學生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缺乏跟校園裡面的學生溝通 但是每一場運動 後來大家在經驗上 會累積到一些經驗 然後學習到一些經驗 然後慢慢懂得去跟校園群眾做溝通 所以每一場每一場運動 開始慢慢變得多人 後來在2010年的國光石化 反國光石化運動裡面 我們看到各大校園裡面 大家在串聯 在校園裡面辦遊行 然後我很訝異的是說 陳大 那個時候在陳大念大學 陳大的學生有 一百多個快兩百個學生 參與那一場校園裡面的遊行 就一場一場比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在參與 那我想再跟這些運動的組織者 這些運動的幹部 大家在經驗上有一定的累積 然後某種程度上有在反省過去為什麼失敗 然後告訴後面的這些學弟妹們 應該怎麼做 經驗上是有傳承的 所以一步一步這樣累積下來 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然後很重要一個關鍵的轉捩點 我想 對我自己在看台灣的學生運動 雖然講學生運動不精確 但是如果是學生運動來看 2010年是一個很關鍵的轉捩點 那一年有國光石化的全國性的大串聯的行動 但是那一年同時有一個社團 做了一件很關鍵的事情 是東海大學的人間工作坊 它是一個非常老的社團 在台灣的學生歷史裡面非常老的社團 他們那個社團在2001年的時候 辦了一個聯合幹訓 那個聯合幹訓把原本 完全大家互相不認識的南北各社團 全部都找來 大家就在一起 然後大家才知道 我原來台灣現在 原來有一群瘋子跟我想的一模一樣的事情 然後這群人在校園裡也是很不受歡迎 然後那種取暖的感覺就開始冒出來 然後你就覺得 哇這個世界真有希望 就是哇台灣五一幫啊 然後各位就在校園人想跟他們一樣 開始在想這些事情 他就覺得這群人就在一起 所以一場一場 然後開始 東海大學辦了之後 台大辦了一場 這樣子的聯合幹訓 陳大也辦了一場 所以不斷的每一年都是在重複做這些事情 然後有了一個很穩固的 那個學運網絡的串聯的基礎 所以其實 阿新聞當中 這幾年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媒體在說 其實最近 新新聞有特別報導這一篇 報導這個 反媒體壟斷的運動 他特別講說 這好像是一場網絡 新的網絡世代的運動 其實我想說 沒這麼簡單 單純靠幫忙 沒辦法去 去 達成這麼多 目標啦 他說 你單純靠網絡也沒有辦法 直接去跟一般的人做溝通 你單純靠網絡 你只能把資訊傳遞出去 那個不一定是一個可以互動式的 你可以把資訊揭露 沒有錯 但是不一定效果那麼好 但是這場運動 為什麼可以那麼大 我想 我自己在看 我想中東 你說中東的茉莉花革命 他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也絕對不是他單純靠網絡 而是他背後 必須要有多少人際的串聯 所以 我們講網絡的社會運動 常常會有這種 萬人想一人到場的現象 那這個時常發生 但是 你要那麼多人參加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既有的 這些動員的基礎 但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既有的動員基礎 是每一年在成長 每一年在成長 我就舉去年的例子來講 去年的 應該2008年的時候 我們剛成立社團 很多社團剛在校裡面成立 在2008年的時候 每一個這樣的學運社團裡面 能夠在新的學期 遭到大概 三四個新的新生 你就很開心 但是今年不一樣 我們今年看到福大黑水溝 也是一個學運社團 他們來了二十幾個新生 陳大02社來了四十幾個新生 新大經濟比例來了二十幾個人 然後台大大新是跟一字報也是瘋狂的暴增 然後台大成立新的社團叫老公社 老公社哪是新的社團 副社 副社 對副社 那所以 其實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 新的社團 然後 然後他的人數是持續在成長 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有越來越多人在 在參與 這是 沒有錯 最後一個問題 對 我剛剛聽到 反正是我想講說 我想這個 像組織的話 這種訓練是非常重要 比如說大家彼此之間有這樣的互相討論 我是覺得很好的現象 這樣才有辦法說 像原子彈一樣 最後 reach that critical mass 那 在這方面的話 是不是 你覺得說 我們在國外的生學人 有辦法當嗎 就是說 加強什麼樣的訓練 或者什麼 是不是 所以我跟剛剛那個同學問的 第二個問題 一樣嗎 那我 我在想是 嗯 我也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來這裡 嗯 一部分 也要來 因為爸爸 很多 這些中夥 這些事 都要 鼓勵 鼓勵 我來這裡 也要跟大家 支持一下 鼓勵一下 只要跟你說 其實我們不要想說 我們要 我們 要來問我說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些 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需要怎樣的幫忙 其實 我覺得 呃 在美國的台灣人 不管是留學生也好 或是 比較大很久耶 在台灣人 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做很多時間 到這個 你們大家還年輕嗎 對 你們還年輕啊 而且說你們還年輕 你們不用怕 說 呃 所以說劉靜穎老師吧 你很悲觀嘛 還是覺得 我們住在台灣啊 我知道 對阿 是很悲觀 對 但是 我跟各位講的是 不用這麼悲觀 我們 看到其實還有非常多 台灣年輕人在努力 在這麼多的台灣年輕人 在這個地方 然後很努力的唸書 然後今天坐在這個 哈佛的校園裡面 你看 這麼 這麼漂亮的教室 對啊 在這裡學很多東西 然後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可以 做他們覺得可以 為台灣做的一些事情 其實儘管他只是拍照片 聲援 所以 我想要跟你講的是 是說 我們 我們 不要去問啦 也不要去感謝 什麼 我們在 我一樓這樣下去 San Francisco Sacramento DC 一直到這裡 每一個地方 我知道的這些大長輩 看到我就說 啊 謝謝你們這些小人人 在台灣在拚 感謝你們這樣 我說 不要跟我們說感謝 你在說感謝的時候 這個事情好像就是 我們的事情而已 但是 不是 這個事情 我們這裡所有台灣人的事情吧 對 是我們所有人 要去做一些東西 所以 我們所有人的事情 不是說 我今天想做得比較多 你會幫他感謝一下 欸 交給你了喔 不是這樣吧 我跟你們說 我如果是抱持這種心態 說 這就是你們的事情 交給你們這台去做 交給你們這台去做 就覺得 他說 他不會說 這個小人人總有一天會去笑 你看 你太大了 不是這樣 我應該想的是說 其實中壩 在座過於是大 中壩 先拜 你們這些人 還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我早上在DC的時候 後來 在發爬這些年輕人開港 我們也說 其實他們在這裡 很多發爬這些 你講我的DG 這些年輕人 他們其實很需要 過去這些經驗的傳承 如果說 我們會聽一台 好像很少去做一件事 這件事是說 我們去 歡信過去的運動 到底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我應該做的第一件事 應該是說 你們這些中壩 應該做的第一件事 應該是跟過去 所有失敗的經驗 成功的經驗 到底是多一種的原因 到底那個時候 你們在運動 不管是台東運動 還是民主法的運動 還是你們在海外 這些台灣人 過去在什麼 文中在 平民共運動 這些運動裡面 有什麼樣的 大家好像沒有團結 還是說 什麼樣的原因 大家分裂 那個原因到底是啥 過去的經驗是啥 大家做一個歡信 這個歡信 大家把 環境下出來 把過程 把團下去 把這些 年輕人 就 對 這樣 要跟現在校園人說 過去我們就是因為 這樣啊 在很少的理念裡面 大家不一樣 不一樣 意見 畢明 老死不相往來 你這個賭牌 跟我這個賭牌 不一樣 你這個 你這個主廚 我沒有同意 你是要在車輪機 還是要拿台灣國旗 不一樣意見 大家都不在島上 應該像過去的經驗 失敗在島上 成功的經驗在島上 跟這些所有的 過去的經驗 都整理讓這些年輕人 知道說 原來你們走過的是這種路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不去 在你們這個基礎上面 又往前一步 所以 時段 中間 你們還有你們的志靈 你們還有你們要做的事情 而且年輕人 你看這個台灣的核心在這裡 台灣的年輕人在這裡 他們其實都很期待 你看剛才的問題就是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大家都想要做一些事情 大家都想要去參與 大家都想要去參加這些運動 還是說要用自己的方式 我看到我一路這樣走來 一路這樣看 從台灣這次 從台灣的頭 走到台灣的 街人走到屏東 看到的是 很多台灣少人 他們在每個地方 在農村裡面 在鎮腳的地方 在都市裡面 他們還在混亂 他們還在打招 有很多人在鎮腳裡面 在農村裡面 在關心 農村的運動 農民的運動 有很多人在工場裡面 在看工人的運動 有很多人在都市裡面 在看都市的更新 有機的保護 文化的保護 有很多人在做不一樣的事情 有些人要設計 用設計 設計一些很趣的東西 去讓大家可以參與 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你很想要去參加 去參與 有人會做video 有人會拍電影 他就去用拍工具 拍電影的方式 去讓大家知道 有人會走街頭 想說 我會在街頭上面 有空津 空津 這是我 其實很多方式 你可以去做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在美國的台灣人 在美國的台灣人 他們也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他們在這裏 幫忙 後來回到台灣 後來 對台灣有貢獻 回到台灣後 後來 後來 又去把這些理念 學到的東西 在外國的經驗 在美國的東西 去傳給更多台灣人 新的一代 這是你們來到美國 來到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每一代的台灣人 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你們有可以做的 但是我對你們這些事 我們這些年輕人 都很希望你們可以 跟你們過去的經驗 成功的也好 還是失敗的也好 團合我們這些年輕人 包括Herb 還是說 在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他們的這個 chapter 也是有些年輕人 二十幾歲 也是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的 這個年輕人 Jonathan 他也是很年輕的一個學長 在FAPA的headquarter裡面 也有一個年輕人 叫Chris Christopher 他也很年輕嘛 二十幾歲 其實這些年輕人 都在想要怎麼去傳呼這些運動 我想要時間到 我想要說一些小小的故事 我在這次 一車走天涯 大家有看到那個鴨皮 第二的鴨皮 一車走天涯的鴨皮裡面 我們有一站叫做鴨皮 在鴨皮 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叫做台灣圖書室 那台灣圖書室 是鴨皮一個在地的醫生 叫做張榮洪醫師 張榮洪醫師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不知道 但是他過去 他在那個時候 他在做的事情 他想說 台灣的年輕人 對台灣的理想 台灣的文化 沒有了解 所以想說 他應該要創集的地方 去讓這小小的人 可以找到 可以去看台灣自己的理想 台灣自己的文化 所以 那間家裡 那間 道書室裡面 有台灣的理想 台灣的文化 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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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土文學等等 這些很多的圖 很可愛的地方 在裡面有一個圖 大門口 有一張照片 那張校像 那張校像是 張榮洪醫師的校像 還要靠心 但是已經過世了 那張校像 那張校像有一個標語 上面說 年輕人的時代已經到了 上面說 年輕人的時代已經到了 這句話 我看到的時候 我感覺很震撼 一個 一個 二歲這麼大 應該說 他在那個時候 他在說出這種話 他在過心進行 說出這句話 說年輕人的時代已經到了 他還想說 要創一個地方 給台灣年輕人去打掃 那我感覺很震撼 他想說 要把這些經驗 過去理想的文化 文化 文化 文化的東西 去團身口 跟那些年輕人 知道嗎 所以他說這句話 他說這句話 在我 我看來是這樣 我看來 我覺得 這句話 我但不太同意 但是 有一個地方 我 我還在想 是說 年輕人的時代 雖然說真的已經到了 但是有些人在想 我不是說 所有的這些年輕人 就要 專門的資金 都在我們這些年輕人的 生活上 也應該沒這麼快 也應該沒這麼快 我們其實 很多東西 還沒準備好 我們很多經驗 還沒做到 過期的 不管是民主運動 民主華的運動 還是 後來的這些 學生運動 所有的很多東西 我們都還沒做到 因為過期 我們的台語歷史 的教育 其實 被國民黨分化得很嚴重 所以我們過期 很多東西沒做到 所以我看到 是說 年輕人的時代 雖然說已經到了 但是在中 各位在中 各位時代 你們的時代 你們的時代 你們自己要做的事情 老實要做的事情 就是 跟這些的經驗 和這些的年輕人 那我今天先說 謝謝 簡單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簡單報告一下 你跟本土政黨 合作的經驗 比較有跟合作的經驗的話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對本土政黨 不是包括民進黨 台門 你的 期許 或是 批評 合作的經驗 合作的經驗 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合作的經驗 通常都沒什麼好 這個沒什麼好 的原因很多 這個沒什麼好 的原因很多 其實說 我相信民進黨是有 民進黨也是說 台南裡面 也是有很多 有影響的這些 政治進步 我相信是有 但是裡面也是 還有很多 想要不太多 或是說 南包公 不是說 也是有 比較 對 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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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 所以其實 我覺得民進黨 民進黨在很多 議題上 他還沒有真的 站在前面去做 他有很多時間 能夠做那麼多的事 他每天都突然這個問題 其實 在這些老師 跟這些學生 站出來進行 我不知道民進黨哪有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自己也不知道 對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就是一個問題 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剛剛 民進黨也好 台南也好 他們還有很多 所要改革的 的問題 我感謝 好了 請說到下 謝謝 謝謝